Hello 大家好 我是Ela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生活母婴类的业余博主 目前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最名工程师 好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来聊一下 最近非常热议的一个职场话题 就是Amazon CEO在9月16号宣布 希望员工在明年的1月2号开始 每周五天一定要去公司上班 而不是采用现在的Hybrid的工作模式 那么这句话也一时激起千层浪 其实很多人最近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呢主要也是想聊一下 作为打工人的我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站在公司的角度 他们是如何考虑的 站在员工的角度 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那当然了今天这期视频 不是想为了说这个政策的好和坏 因为针对于不同的人 确实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分析一下 在打工人的角度 如何去应对这个政策 好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Return to Office的政策 第二个部分就是站在公司的角度 第三个部分就是站在员工的角度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来抛砖引玉的 分析一下如何去应对 好 那么首先说一下 Work from Home和Return to Office的政策 那自从2020年的时候 COVID开始 很多公司其实都采用了 Work from Home的形式 因为那个时候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播 所以大大小小的公司 都开始实行了 从原来每周五天都要去公司 到每周五天都在家里上班的这种模式 好像当时的研究表明 其实在家里上班 大家的Working hours反而更加的长了 然后呢工作效率 其实也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从刚开始的不适应 到后来大家都在慢慢的适应这个转变 那随后呢随着COVID慢慢的减缓 在2021年和2022年左右 很多公司又采取了Hybrid工作模式 也就是说一周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 回公司上班 然后剩下的时间还是在家里上班 那据调查显示 在2021年的时候 大概有31%的公司 是要求员工返回公司上班 可能是Hybrid工作模式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 这个Ratial达到了41% 那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慢慢大家又从完全Work from Home的形式 又回归到了Hybrid Return to Office的形式 那随着最近Amazon CEO在9月16号发布的 这封类部的邮件中显示呢 他们是希望员工可以在明年的1月2号开始 又全部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就是5天全部在公司上班 然后随着取消的还有每年4个星期 可以Remote Everywell一个政策 也就是后疫情时代发布的这些 Work from Home比较友好的一些政策 全部都被取消了 好那第二部分呢 就说一下站在公司的角度 其实据我所知 湾区某些公司很早就开始了 这种需要员工每天都回去上班的这个Policy 包括非常著名的Twitter Tesla 还有据我所知 好像OpenEye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CEO是非常prefer 员工能够回去上班的 但是为什么Amazon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引起这么多讨论呢 我自己猜想可能是因为科技大厂 它的一些动向可能会让人不由的猜测 是不是其他的公司也会出来效仿 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猜测 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是这样 那站在公司角度呢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大概就是收集了一些想法 那以下呢就给你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作为公司来说 他们之前应该是有投资一些地 包括是租赁的或者是购买的 那也是希望能够在招人的同时 也希望这些员工可以在更好 和更大的工作场所办公 随着疫情的到来 可能这些office就会被闲置 那如果你想一下 就算是hybrid工作模式 员工只来公司三天 也就是它的利用率 在每周来看是低于50%的 但是如果你强制员工回来五天的话 那可能这个office的利用率就会提升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公司上班 可以更好的发挥员工的collaboration 员工的创意 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和联系 毕竟在家里上班 其实有的时候是会比较容易distract 因为有一些家庭的责任呢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很长时间 移植在电脑面前工作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的人也会argue 在公司上班效率也没有很高 因为你会有很多这种small talk 然后有其他的员工 会来打扰你现在做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见仁见智吧 那站在公司的角度可能他们会认为 强制回公司上班也是杜绝了 你work from home那几天 有可能在家里被distract 或者就是所谓的摸鱼的可能性 还有很多人其实也在猜测 站在公司的角度 这个政策其实是一种soft layoff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打算裁员 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让员工 必须回公司上班强制性的政策 让很多员工主动离职 这样对公司的好处是显著的 他们不用去聘用第三方 来制定这个layoff的政策 然后也不会出大笔的遣散费 对他们来说可能短期来讲 确实是达到了他们 如果真的想要裁员的目的 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就算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有的员工 可能会因为这个政策主动离职 但是这些人可能也不乏 那些工作能力很强的人 如果公司还想去招到同样类型的人 可能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并且所有人都知道 招人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每招一个人时间就很长 从job posting到interview 到最后给offer 并且这个人最后能够onboard 然后onboard之后 又要很长一个training的过程 所以这整个时间线加在一起 还有所有人的一些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一笔小的支出 然后针对于那些没有主动离职的人 他们如果对这个政策 还是有不满的情绪 比如在公司的时间 就会刻意的去缩短一些 比如在家里可以工作八九小时 但是在公司可能因为commute时间 加上去了 他的工作时间就没有在家里 那么灵活和那么长 甚至是站在更高的这个环境的角度 更多的commute 会增加了社会的一些overload 因为原来每个公司可能就会错峰出行 但是现在如果回去上班了之后呢 那可能traffic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站在员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站在员工的角度 我其实在网上看到的评论 也是有一点点两极分化 或者是说大家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 有的人确实是喜欢在家工作 然后有的人确实也是喜欢回去上班 那这个呢就是真的是众说纷纭了 但是大致来说 大家其实都在质疑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有没有数据表明 Hybrid模式会比回公司上班 影响到员工的效率 或者是说给公司的利益带来一定的影响 其实这个我个人目前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科学证据的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数据表明 回公司上班就是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 还有一部分认为 如果一直这样remote work 可能有一部分的劳动力会被转嫁到更加便宜的地方 比如说印度甚至是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 因为作为长期来说 如果这样发生的话 对北美的就业市场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早一点能够return to office 可能长期来说 说不定对我们这种打工人会是一件好的事情 然后呢个人总结了一下 其实觉得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就是对那些单身 或者是结婚了但是没有孩子的家庭 我看了一些评论之后 发现对他们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每周五天都去公司了 就算公司没有强制这个policy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 然后更多人来office 可能会更加帮助我们工作 并且会让我们觉得更加公平一些 当然了实行这个政策之后 traffic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会影响到每一个打工人日常去上班 但是总体来说 我感觉他们的声音来看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那第二类呢 当然就是像我这种有孩子的家庭 特别是这种孩子还算比较小的年纪 那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我所为了一些身边的爸爸妈妈们 对他们来说想法都比较类似 就是如果假想自己的公司也是这样的policy 每周五天都要回公司上班 对我们的这个家庭上的schedule来说 又是一个挑战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错开时间去接送孩子 那特别是work from home这两天 如果爸爸妈妈的时间可以不一样的话 其实就非常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去上班 然后如果你们小孩子的学校 和你的家里和你的公司不是特别的顺路 对这种家庭来说可能就会更加的难 因为他们可能花在commute时间就很长 一周三天可能很多人还可以去shuggle一下 但是一周五天都是这样的情况 并且爸妈同时要回公司上班的话 就是最难的模式了 并且很多时候在家里也可以处理一些家里的杂事 包括一些家里需要的维修工作呀 还有就是一些日常的护理呀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一些appointment 甚至是孩子的appointment 大家几乎都是通过work from home 做这些所有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帮助我们有一个长期的身心健康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来说一下如何应对 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be positive 就是一定要积极地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只想到了这个事情 给你带来的不好的地方 你可能很难从里面走出来 你可能很快就会想到啊 我不如辞职吧 而且现在的经济形势并不好 所以找到下一份让你满意的工作 我个人觉得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在你真的走到那一步之前 不如更加积极地看待这个事情 你可以仔细考虑一下 你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把你所有的难点记录下来 然后和你的队友一起来商量一下 有没有一些东西 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好 但是我之前没有考虑进去 这个positive mindset 我觉得针对所有困难的事情都适用 作为打工人呢 我们非常的渺小 所以你想一下 在这个现在很难找工作的时代 你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只是说这个policy有一些改变 你是否可以调整一下心态 去积极地面对这个事情 那以上呢 可以说是心态上的一个调整 那第二个呢 就是真正的 怎么可以帮你去达到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可以去错峰上班 如果没有强制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离开 那我觉得你可以跟老板稍微商量一下 比如说可以错峰上班 假设你那段时间的高峰期 是在8点到10点 那你可否10点钟再去上班 然后你可以晚一点回家 或者是the other way around 就是你可以早一点再去 比如说6点出发 然后呢 稍微早一点出来 那当然了 如果你家有孩子需要接送的话 可能这个时间就是比较固定的 那你也可以去跟队友商量一下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错峰上班 比如说你今天早一点去公司 然后队友负责接送孩子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家 也可以帮助家里做一些事情 你和他之间有这样一个shuffle 可能对你们家庭来说 会更好的处理很多家庭的事情 第三个呢 就是尽量carpool 也就是说可以选择 如果公司有班车的话 尽量选择坐班车 或者是自己和同事 甚至是邻居之间 能够有carpool这种形式 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证 你在路上commute的时间 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包括工作 包括处理一些琐事 你自己因为不用开车 可能也会减少一些 你自己的心理的压力 然后包括对这个traffic啊 环境的碳排放 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第四个呢 就是be open minded 就是你可以去跟身边的人聊一下 他们都是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说不定人家有一些好的建议 可以提供给你 甚至是你也可以跟你自己的老板聊一下 当然了 你也不期待他可以去改变这个政策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要让他知道你的难处 因为有的时候 人和人的合作和沟通 就是communication 所以如果你告诉他了你的难处 并且你才尝试 用你自己的方法 最大化去解决他 这样他如果很理解你的话 你们之间合作也会更加的高效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你已经采用了一些方法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 可以work out这种模式 那你最后还是决定 要离开这个公司的话呢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自己来寻找下家了 那现在因为市场不太好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把这个时间window 可以拉长一点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比如说我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找到工作 这种就会给自己不必要的mental stress 在我身边人看来 有的人其实认为生活就是工作 他们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工作 那又有的人呢 可能就会认为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分开 他们希望有一个clear的boundary 所以希望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无论你是更加喜欢hybrid的工作模式 喜欢work from home的形式 还是喜欢每天都去公司上班的这种模式 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你是一个社会人 所以你可能还有其他的responsibilities 千万不要只为工作而放弃了其他的事情 那对于你个人来说呢 你的mental stress也是要特别重视的 也不要因为某一些政策的改变 导致你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竟然会导致你的mental stress 注意自己的情绪防止burn out 我之前也出过一期关于burn out的视频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跟你们分享了取消hybrid工作模式 每周五天都要回公司上班 这个policy颁布之后 我们都是如何考虑的 对我们打工人来说最重要的呢 也是如何去应对这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 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